突然 男士凑近了小松 掏出一样东西快速示意着什么 他给他看了一个证件 是个翻本的一个夹子 看 这个手势也很专业 几个简单的手势 黑男士显然暗示了什么 而手中的证件又会证明他怎样的身份呢 由演员扮演的偷拍者刚有动作 这位黑衣男士早已盯住了他 你看他观察的那个姿势 他是把头埋在自己的胳膊底下 就像那个专业的侦察兵一样 在一个掩蔽的那个状态一样 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在一边 黑衣男士拿出了手机 但眼神却一直锁定在偷拍者身上 他会怎么做呢 凑近时我们发现 在低头打字间隙 男士仍在频频张望 他的眼神也随着偷拍者的动作 逐渐锐利 可突如其来的电话 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这边 偷拍者的目的快要达到了 那边男士仍在通话中 小宋发现的异常 和很多受害女性一样 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躲避 由演员扮演的偷拍者顺势跟上 如果偷拍者不被揭穿 那他很有可能会像新闻中一样 继续尾随 车门处 黑衣男士的目光 在两人之间来回穿梭 而此时他的电话再次响起 他手里提着好多东西 这应该不是一个在上班状态的人 他手里提着好像是礼物啊 那个纸袋啊 有可能我们去看朋友啊 这都有可能 马上到太子店 六号门 六号门 你在人帮我接点东西 他似乎很赶时间 不断接到催促 那么观望已久的他还会介入吗 突然男士凑近了小宋 掏出一样东西快速示意着什么 他给他看了一个证件 是个翻本的一个夹子 看 这个手势也很专业 几个简单的手势 黑衣男士显然暗示了什么 而手中证件 又会证明他怎样的身份 他让小宋帮忙提着东西 而随着地铁不断的前进 黑衣男士转而用一种 极具压迫的姿态 站在了偷拍者一旁 一言不发 但眼神却始终坚定 很快地铁就要到站了 黑衣男士的目光似乎往窗外搜索着闪了 而在他一致的压制下 连员扮演的偷拍者打算放弃偷拍 起身开溜 但与此同时 男士立马跟了上去 就在到站的间隙 一个机长 难道另有身体 就当镜头扫过车外时 数名公安人员正朝车门走来 而下一秒 偷拍者竟被男士压出了地铁 他拍到哪里了 整个过程发生极快 一个瞬间 偷拍者已被制服 下一来 此类偷拍女性群体的事件开始在各地频发 而人群拥挤的地铁 更是成了此类事件的重灾区 偷拍者用地铁站汹涌的人群作为掩护 进行卑鄙的勾当 殊不知 这些看似沉默的人群 恰恰就是保护女性最坚固的壁垒 今天的你会怎么做 我们将让所有心存邪念的偷拍者看到 就在你的身边 有无数个敢和你英勇对抗的平民英雄 在这趟拥挤的地铁上 节目组的两位演员将模拟一起偷拍群体世界 浑然不知的群众 遭遇色胆包天的射狼 当周围的人们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他们会怎么做 上午十点 新的一班地铁环环是离手发展 随着一次次爆炸广播升起 车厢内逐渐变得拥挤 和大多数乘客一样 站在扶手旁的小宋 正沉浸在手机世界里 殊不知 自己已成为偷拍者眼中的猎物 演员身后的这排乘客 将最有可能发掘偷拍者 接下来的异动 在后排乘客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由演员扮演的偷拍者 刺激采取了行动 当然 节目组需要再次声明 这场偷拍 纯属剧情模拟的需要 演员的手机并没有真的开机 回到观察现场 男演员的这次偷拍 似乎无人察觉 可就在偷拍者自明得意时 却已经有人发现了它 原来是刚才一直低着头的 灰衣男生 男生生起一口气 似乎在压抑着某种情绪 他快速瞥了一眼偷拍者 可随即转开了视线 但从另一个机位的画面中 我们发现 这位戴帽子的男生 也注意到了偷拍的萤幕 他不安地揉着耳朵 同样选择看向另一边 目睹偷拍群体的行为 人们一时都有些尴尬 随着偷拍者的动作 戴帽子的男生再次看了过来 同样 中间的姑娘很快注意到了 而灰衣男生也盯住了偷拍者 三种事情都不约而同 汇集在一处 他们会怎么做 突然 一个简单的动作 灰衣男士以此警告偷拍者 而于此逢时 姑娘提醒被偷拍的小松 紧接着 戴帽子毛了 戴帽子毛了 戴帽子 男生一声挂努 要不要点 要不要点 言语中 戴帽子男生满是愤怒 没拍 你拿手机在下面干嘛 沾掉 现实中 如果真有人 如这般的勇敢发声 偷拍群体的行为 相信早已被恶成 小心一点 灰衣男生将自己的位置 让给了演员小松 这样 女孩将不会被继续偷拍了 所以我们就暴起 完全不要点 一直拍 自此 本组观察可以结束 不沉默 就是对抗偷拍者 最好的武器 不好意思 其实刚才那两位的话 是我们的演员 我们是广东游戏 演员做演员 其实我有点怕 说实际话 毕竟一个男孩子 她也是男孩子 对吧 而且比我高 但是我看那个小女孩 确实 有点的 不好感觉 你说像刚才的时候 你觉得会有什么 肯定会起到震慑的作用 而且人家小女孩 肯定会受到心理上的 打击 对不对 中午12点 地铁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此时的车厢因为拥挤 人们视线容易受到阻碍 现实中的偷拍者 往往选择在这样的环境里下手 可此时 一双眼睛牢牢地盯住了她 这位外国男士 看来早有察觉 她紧紧地盯住偷拍者 紧接着她一手拉开了小宋 她将小宋与偷拍者隔离 当偷拍者试图靠近小宋 男士继续用眼神警告偷拍者 并再次以身体格挡于两人之间 只要年元半夜的偷拍者 还想上前一步 男士就会继续格挡 对于偷拍者 外国男士毫不忌惮 他甚至举起手机 拍下偷拍者 他再拍 我要有了证据 我就可以要求你删除 如果报警 这将为小宋指认偷拍者 留下证据 小宋坐下后 男士的神情丝毫没有松懈 直到地铁到站 男士准备下车 节目组工作人员也立即下车 想向外国男士送上一句感谢 可在移动的镜头中 我们并没有找到男士 甚至连两位演员都不见了踪影 他们去了哪里 突然工作人员意识到了问题 目睹女孩在地铁被偷拍 你会怎么做 商劫中 一名外国男士保护了小宋 但就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时 男士却带着小宋继续乘坐地铁离去 究竟车上又发生了什么 随着地铁到站 男士准备下车 节目组工作人员也立刻跟下了地铁 可在移动的镜头中 我们并没有找到男士 甚至连两位演员也不见踪影 他们去了哪里 突然工作人员意识到了问题 车厢里工作人员用手机拍到了之后的事态 原来外国男士没有下车 他放心不下陪在了小宋身边 同时不忘留意偷拍者的动静 演员半夜的偷拍者 也在观望 面对偷拍者可能带来的危险 男士又会怎么做呢 他思索片刻 突然俯身靠近了小宋 可我们的收音设备里 只传来了小宋的声音 难道男士方才是敲声向小宋暗示了什么 很快地铁再次到站 男士带的小宋一块下了车 是要一路护送小宋吗 而演员半夜的偷拍者 也混在人群中保持着一段距离 通常而言 现实中的偷拍者正是这样 在偷拍得手后 甚至会尾随女性进行步伐行为 此时我们的收音设备里 隐隐传来两人的声音 这是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两人出站的背影 难道男士已经准备离开 可念人半夜的偷拍者 仍在伺机潜伏着 随后男士的声音再次传来 原来男士没有离去 他似乎是在带小宋寻找着神 直到我们另一个机位跟上了他们 才发现男士已带着小宋 找到了地铁的安保人员 这时男士才真正放下心来 此时不仅女生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就连偷拍者也无处可逃了 我认为朋友或讨论到警察 我认为是最好的想法 因为如果我们在车路上 他可以继续她回家 所以我认为这事是好 在任何事 我想要留下她 直到我认为她是安全的 我认为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困难 我们应该帮助 你从哪里 我从Serbia 我认为在任何国家 先前两组观察中 拥挤地铁上的普通人 没有选择沉默 而是用自己的力量 保护了被偷拍的女性 这些行为正是向偷拍者 最有力的宣战 那偷拍的那人 可带着照片她走了 所以除了制止偷拍者的行为 拿回偷拍到的照片与视频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么会有人想到这一点吗 下午两点 地铁到站 新的一批乘客 由于车厢 由演员半年的偷拍者 刚有动作 这位黑衣男士 早已盯住了他 你看他观察的那个姿势 他是把头埋在自己的胳膊底下 就像那个专业的侦察兵一样 在一个眼闭的那个状态一样 他搜着行都看着一个人 黑衣男士拿出了手机 但眼神却一直锁定在偷拍者身上 他会怎么做呢 凑近时我们发现 在低头打字间隙 男士仍在频频张望 他的眼神也随着偷拍者的动作 逐渐锐利 可突如其来的电话 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这边偷拍者的目的快要达到了 那边男士仍在通话中 小宋发现了异常和很多受害女性一样 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躲避 由演员扮演的偷拍者顺势跟上 如果偷拍者不被揭穿 那他很有可能会像新闻中一样继续尾随 车门处 黑衣男士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穿梭 而此时他的电话再次响起 他手里提着好多东西 这应该不是一个在上班状态的人 他手里提着好像礼物啊 那个纸袋啊 有可能我们去看朋友啊 这都有可能 马上到太子店 六号门 六号门里带着帮我接点东西 他似乎很赶时间不断接到催促 那么观望已久的他还会介入吗 突然男士凑近了小松 掏出一样东西快速示意着什么 他给他看了一个证件 是个翻本的一个夹子 看 这个手势也很专业 几个简单的手势 黑衣男士显然暗示了什么 而手中证件又会证明他怎样的身份呢 他让小松帮忙提着东西 而随着地铁不断的前进 黑衣男士转而用一种极具压迫的姿态 站在了偷拍者一旁 一言不发 但眼神却始终坚定 很快地铁就要到站了 黑衣男士的目光似乎往窗外搜索着善恋 而在他一致的压制下 演员扮演的偷拍者打算放弃偷拍 起身开溜 但与此同时 男士立马跟了上去 就在到站的间隙 一个机长 难道另有声音 就当镜头扫过车外时 数名公安人员正朝车门走来 而下一秒 偷拍者竟被男士压出了地铁 整个过程发生极快 一个瞬间 偷拍者已被制服 在公安人员的团团包围下 偷拍者再也无法逃脱 可我们不仅产生疑问 节目组的拍摄 已事先在公安部门进行备案 为何会突然发生变故 就是那个节目你会怎么做 您的身份是 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警察 您是哪一块的 我是我反正就是地铁公安 因为我是 今天我在休息的过程中 我那个乘坐地铁 男士的身份就是一名地铁公安 今天他原本休假 却误打误撞 进入了我们的官场 可令人惊讶的是 男士是如何在不动声色中 不输好了一切呢 我当时已经发现了 但是天眼当然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 然后我就探了一下走 但是我确实确定下来 是在偷拍 当时我跟我同事 那个发售信号 我是一个短信的房子 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我一个人拿一框子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是几个人 原来一开始抛出手机 警察先生就一向同事 发出了行动信息 而之后 张子迪打算叫跟着他 对 最开始我是发了一个信息 我没有打电话 就是他把这个情况暴露 我也不确定他在哪一个站下 我说那个 拜登太子店或者澳洲 马上到太子店 六号门 六号门你带着帮我捐一下东西 好 我们已经那个在每一个点的 六号车门这里都已经布控好了 前后两次通话 原来也是在与同事制定行动方案 最后 我跟他已经表明过我的身份了 我是特制身 跟他的都是我的警官证 最后出色的这张警官证 不仅能使被偷拍的女性安静 更会让所有的偷拍者闻风丧胆 而回顾警察先生最后机长的暗号 显然一切都已在他的掌控之中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只要是发现了 他今天绝对是跑不掉 虽然今天的观察 碰到警察先生是一次巧合 但事实上 碰上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的人并不少见 几组观察下来 我们发现 当步伐者在暗中偷拍时 隐蔽的人群里 总有一双眼睛会发现他 并且让他无处遁形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这些男士一样 基于女性保护 女性安全将不再成为问题 但我们依然要不厌其烦地提醒女性 女孩子要提高安全的防犯意识 一旦发生了要向周围的那个乘客求助 要向我们公安机关报案 或者是要发出这种信号 没错 女性自身的警醒是最重要的 而一天的观察下来 我们注意到 敢于出手的都是男性 那么女性面对这一切 真的都只有胆怯和畏惧吗 最后一组观察开始了 下午四点 地铁上的乘客并不多 疲惫的人们在车厢的晃动中 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此时却成为众人警惕性最低的时刻 在不少新闻中不难发现 偷拍者的手法并不一定有多高明 他们往往是利用了女性的大意借机下手 当熟睡中的小宋成为偷拍者的目标时 周围的人们又会怎么做呢 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察觉到了异常 但她显然有些害怕 攥紧了拳头不断后退 甚至紧贴着车门不敢有任何动作 或许对女性来说 眼前的状况真的有些不知所措 姑娘突然探过身张望着 似乎在寻找求助对象 她找谁呢 身边几个都是女孩 她手部的小动作 却泄露出内心的紧张 她会怎么做呢 姑娘试图提醒小宋 几声咳嗽 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 显然有些微弱 前几组观察中 干预的女性也更多的是暗中提醒小宋 那接下来姑娘是将继续寻求帮助 还是放弃呢 这边完全熟睡的小宋 让偷拍着行为无所顾忌 一个声音响起 是刚才的姑娘 姑娘更是几步上前 一把拉起熟睡中的小宋 一个简单的动作 却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 将小宋说明状况 同时护着小宋匆匆后退 虽然暂时解救了小宋 但姑娘还有些不放心 和之前的外国男士一样 姑娘也想到先让小宋离开 走到这一步 对于这位柔弱的姑娘来说实属不易 第一天马上就要到站了 姑娘挽住了小宋 他拉着小宋向前 却走向了偷拍着 姑娘此举适合用意 第一天马上就要到站了 姑娘拉着小宋向前 却走向了偷拍着 姑娘此举适合用意 闪掉视频 姑娘比之前的男士们 更值问题的关键 但不可否认 倘若面对是真实的偷拍着 姑娘的这句当面对峙 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 姑娘依然有些紧张 但态度坚持 你把视频删掉 刚刚有人拍到你 但这句关键性的话 更加坚定了姑娘的决心 你把视频删掉就没什么事了 见偷拍着没有回应 姑娘干脆做出了决定 但面对几个涉事未深的姑娘 真正的不法分子并不害怕 演员翻译的偷拍者 打算借机离开 可以帮下忙吗 但突然 有微博的可以发一下微博吗 姑娘又一次出人意料地 卯足了勇气 有微博的可以发一下微博吗 看女孩子的群体 不删视频 而地铁上的乘客们 也立即响应了姑娘的号召 你不要挡脸 把视频删掉再走 不同于一开始的紧张害怕 姑娘牢牢抓住小松的手 盈然一个保护者的姿态 实乎这样 巨巨质疑而生 可就在此时 地铁到站 演员扮演的偷拍者就要下车 姑娘和乘客们 还来得及做出别的行动吗 车门开启 众人立刻跟上偷拍者 到这时 即便是真实的偷拍者 也只敢落荒而逃 一旦在安保人员赶来之前 逃离站内 狡猾的偷拍者便会得逞 显然姑娘已想到了这一点 她寸步不离偷拍者 一旦让偷拍者逃跑 也前功尽弃 姑娘不再犹豫 一天内 竟上演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幕追逐 随着安保人员到来 偷拍者已无路可逃 回想起最初姑娘的胆怯 究竟是什么给了她如此巨大的勇气 可当姑娘出现在我们镜头前 却没料到 我都很棒 而在姑娘心情略微平复后 她向我们讲述了刚才的感受 我把她拉出来 什么不爽都在说 我腿都是软的 更难快的女生 我看应该跟她差不多 但是你一直在保护着她 因为她害怕 我就得替她下去 所以我也害怕 年龄相防的女生 同样的设施卫生 同样的畏惧和害怕 但当另一个人更需要保护时 姑娘强迫自己变得强大 这样才能去庇护另一个更弱小的人 真正的勇气也许就是这样 即便害怕 也要勇敢前进 牵着手才不会害怕